全世界最危险的11个海岛 第一名竟然与世隔绝6万年 说到海岛 第一时间浮现在你脑海中的是什么情景 是河须的阳光 茂密的夜林 还是清澈透明的海水 无暇的沙滩 无论你脑海里的是什么 那肯定都与美好的假期 美丽的景色相关 但你可知道 现实中有些海岛 不但与上面的一切美好无缘 还处处潜藏沙鸡 甚至可能让你性命之忧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看看 全世界最可怕的11个海岛 说不定会有你想去探险的其中一个 第11名 娃娃岛 如果你有娃娃恐惧症的话 那这个墨西哥城以南的娃娃岛 对你来说 一定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岛屿 这个岛其实已经荒废很久了 登岛之后 你会看到数千个残破不堪的人偶 各自分散地掉在兽谷临寻的树枝上 而这荒凉景象的背后 其实承载着一段悲伤的往事 据说很久以前 有一名小女孩在岛屿周边溺亡 自此之后 岛屿上的人经常在半夜听到吓人的哭声 过了一段时间 溺亡小女孩的羊娃娃被冲到了岸边 被当时岛上唯一的居民间岛屿守护者朱丽安捡起 挂在了树上 祈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 没想到这一捡就捡了五十年 经常有不同的玩偶被冲刷到娃娃岛的岸边 每次朱丽安都把它们挂到树上 数量竟不知不觉达到了数千个 而这些玩偶经过风吹日晒 日子长了显得愈发甚人 虽然在朱丽安去世之后 没有人再挂玩偶了 但当地人仍然相信 每个玩偶里都有灵魂 当年那个溺水的小女孩灵魂 依旧在某个玩偶中 等待着重回人间的那一天 第十名 巴布亚辛吉内亚 巴布亚辛吉内亚 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岛国 它由北部的辛吉内亚 和南部的巴布亚两部分组成 它可是人口 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国 你却很少听到有人 前往这个地方旅行 这里头的原因有很多种 首先是这里不太安全 巴布亚辛吉内亚的首都 莫尔兹比港的抢劫 绑架 谋杀等暴力犯罪率极高 号称亚洲最危险的城市之一 这里的居民并不富裕 且基础教育并未普及 大部分的人并不认识几个字 而当地官员的腐败 更是让现状雪上加霜 岛上的警察不仅参与枪支交易 还会在值勤的时候喝酒 不太好的治安让当地的有钱人 只能靠聘请私人司机和保安 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更糟糕的是 瘧疾 肺结核和艾滋病 在巴布亚辛吉内亚十分普遍 岛上的几座火火山 还随时都可能喷发 我想对于一个游客来说 完全没必要拿自己的性命 到岛上开玩笑 第九名斯拉夫士岛 1991年 马尔代夫的首都马里附近 建造了一个小人公岛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这是个专门用来田埋垃圾的岛 叫斯拉夫士岛 这个岛屿的本体 是由海底的沙子堆成的 在这个长约2.5公里 宽半公里的岛屿上 有一个固体废物焚烧厂 一个堆肥厂 和一个废料回收厂 每天都有无数的垃圾 被送到这里处理 它们要么被焚烧 要么被回收或者掩埋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 这些垃圾大都不是来自于 马尔代夫公民 而是来自于来这儿度假的游客 五星级度假村 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垃圾 斯拉夫士岛早已不堪重负 岛上的塑料瓶 包装纸 腐烂的食物 与白色沙滩 水晶般透明的海水 以及摇曳的棕榈树 格格不入 焚烧垃圾产生的有毒气体 和重金属固体废物 正在将这片人间天堂 垫成可怕的垃圾场 斯拉夫士岛很有可能成为 环境灾难的起点 第八名 格什姆岛 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 北侧 与伊朗隔海相往 尽管这座岛仅有112公里长 但未处战略要地的它 经常受到入侵者的攻击 这种混乱从战争年代 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格什姆岛地理位置偏远 缺乏基础设施 伊朗警方基本上 不怎么管控到这片区域 这也导致格什姆岛 成为了非法活动的温床 不法分子在这里贩卖毒品 走私奢侈品 它们只需要为每艘船 缴纳110美元的买路费 就可以让伊朗巡夺艇 对其视而不见 除了非法活动外 格什姆岛还有许多危险的 毒蛇和爬行动物 多岩石的地形 非常有利于这些生物隐藏自己 它们时常猝不及防 对路过的生物发起进攻 为了你的安全 建议你还是离这座岛远一点吧 第七名 比基尼环礁 比基尼环礁是太平洋中西部 马绍尔群岛北部的珊瑚岛 表面上看 这里和太平洋 其他的度假天堂无异 但是美丽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黑暗的历史 1946年 美国把岛上居民 迁移到南部的龙厄里克岛 和基利岛之后 就开始把比基尼环礁 作为核武器饰演基地 在1946至1958年间 这里共进行了67次核武饰演 频繁的核武 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态 而且还给留守这里的当地居民 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1954年3月1日 美国在比基尼环礁上秘密 释报了一枚代号为 赫彩城堡的氢弹 其威力是广岛原子弹 威力的1000多倍 由于美国军方严重低估 这颗氢弹的威力 并且事前没有发布警告 因此大量毫不知情的当地居民 都遭受严重的核辐射 因此而致残 去世的人非常多 直到今天 环礁上仍能检测到高水平的核辐射 访问此地和慢性自杀 没有什么区别 第六名 波维利亚岛 波维利亚岛在意大利的北部 就在威尼斯和利多岛之间 1776年 公共卫生部门 在波维利亚岛设检查站 负责检查进出 威尼斯岛的船只 在1793年 发现两艘船上的乘客 感染了瘟疫 这就是后来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维利亚岛的地理位置 让它成为了瘟疫的隔离岛 只要是得了瘟疫的人 哪怕只有轻微的症状 就会被流放到这里 而只要登岛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岛上的瘟疫坑里 埋满了因瘟疫死去的病人 拒不完全统计 足足有十几万人 瘟疫结束后 192年 岛上的建筑又被改造成了精神病院 这里的病人 经常向医生和护士报告说 看见了鬼魂 还有人说听见了 瘟疫病人痛苦的身影 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说 传说这里有一位医生 偷偷用病人做实验 实施了残忍的前额叶切除术 终于有一天 他从医院的钟楼上一跃而下 同事们都说他是被鬼魂逼疯了 1968年 精神病院关闭 从此 波维利亚岛被彻底废弃 也得到了死亡岛这个称号 在这种情况下 还赶来这里过夜的人 真的是勇士 第五名 扶雷泽岛 很多人第一次到访扶雷泽岛时 都会惊叹于这里 美丽的自然风光 这里有游客们最爱的阳光沙滩 但尽管扶雷泽岛很漂亮 它也是许多危险动物的栖息地 大白沙 水母和有毒的次养 在岛周边的水域活动频繁 如果你胆敢在这里游泳 说不定就能马上跟这些 可怕生物撞个满怀 那你在岛上晃游客不可以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安全 因为这里还有一群 不怕人的野狗 袭击游客的事件时有发生 而且这个地方 离医院还特别远 如果你不幸在岛上受伤 就只能花钱把自己 空运到最近的医疗机构 漂亮的岛屿还有那么多 何必执着这一个呢 你说是吧 第四名 蛇岛 无论你怕不怕蛇 蛇岛都绝对是你一辈子都不想来的地方 这个岛屿位于乌克兰海岸以南 约32公里处 蛇在这里几乎随处可见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腹蛇 它们一般都是带有强毒性 头部呈现三角形 平均体长可以生长至70厘米左右 只要被咬伤一口 毒液马上能引起人体肠出血 肾衰竭和严重的肌肉组织坏死 除了一些短期留在这里 进行科研任务的科学家 这个岛上几乎没有人类居住 普通人如果不想被蛇咬的话 还是别来蛇岛凑热闹了 第三名 法拉龙群岛 美国旧金山海岸外的法拉龙群岛 几乎就从未有人去过 这里由四个岛屿组成 占地约211英亩 而且神奇的是 这些岛屿距离海岸只有45公里 但你从旧金山是看不到它们的 因为它们总是被厚厚的云雾笼罩着 参观这些岛屿的唯一方法是 乘船过来 在路上你可能会看到许多鲸鱼 鲨鱼或者其他可怕的生物 这会让你觉得 一旦下水无异于自杀 鲜为人知的是 这些岛屿是美国储存核废料的场所 大约有4.7万个核废料桶被埋藏在岛上 这使得这个地区具有极强的放射性 而且这个地区有着强劲的洋流 小船在这里非常容易侧翻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 这里都不适合人类前往 第二名 蓝里岛 蓝里岛例如缅甸 看上去像是一个热带天堂 但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个事件 让它成为了地狱的代名词 1945年2月 英军与日军在此地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 由于日军不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 走进了岛上的红树林沼泽中 这里居住着数万只鳄鱼 尽管日军用机枪和步枪抵抗 但终究还是招架不住鳄鱼的猛烈攻势 以至几乎全军覆没 一千名士兵中有九百多人葬身恶父 听了这一事件 相信你再也不会对登岛观光感兴趣了 第一名 北森蒂纳尔岛 北森蒂纳尔岛位于孟加拉湾 在岛上生活了六万年的岛民 过着原始且与时隔绝的生活 他们拒绝与外界接触 并对外来人诉诸暴力 只要有外人接近该岛便有丧命的危险 据报道 他们曾在2006年杀死两名 在北森蒂纳尔岛附近捕鱼的男子 印度政府将整个岛屿 及其周边三海里的水域设为禁区 人们最好还是别去打扰 这群远离人类社会的部落人民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十个危险海岛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